男子吃螃蟹肾衰竭!螃蟹不能这么吃,你一定要知道!一次转发,救人无数! 湖北京市京市直播记者在医院里看到,朱先生的两只脚腹肿,像两个大馒头,一碰就疼痛难忍。据朱先生介绍,上周末他和朋友去梁子湖玩。 恰逢吃螃蟹的黄金时期,味道鲜美价格还便宜。 朱先生不顾自己有痛风的毛病,吃了个痛快。但回来第二天身体就出状况了。 经过诊断,医生发现朱先生不仅痛风发作,而且已经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症状。 专家介绍,不少痛风患者都知道,虾蟹、海鲜和动物内脏都富含飘铃,吃了以后会导致痛风发作。 其实,食用富含飘铃的食物后,更严重的后果是引起人体内尿酸浓度长期超高,诱发肾功能衰竭。 医生介绍,目前正好是螃蟹上市的季节,每个月,武汉市中心医院都会有十多位因为食用虾蟹导致肾功能衰竭的患者紧急入院。 医生建设,有痛风病史的患者在体检时关注自己的药酸外,也不要忽视检查自己的肾功能。 吃螃蟹八个禁忌不得不知ICO。 1. 蟹要蒸熟猪透,生蟹不要吃。 1. 蟹要蒸熟猪透,生蟹不要吃。 1. 蟹是为食,所以蟹的体表,塞及胃肠道中布满了各类细菌和污泥。 1. 有些人因为未将蟹洗刷前径,蒸熟不透,或因生吃醉蟹或咽蟹,把蟹体内的病菌或寄生虫吃到肚子里,怎么会不生病呢? 2. 蒸熟猪透了再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2. 蟹要吃鲜活的,死蟹不宜吃。 3. 蟹死后的僵硬期和自容期大大缩短,蟹体内的细菌会迅速防止并扩散到蟹肉中,使食者呕吐、腹痛、腹泻。 3. 新鲜活蟹的外壳呈青黑色,具有光泽,其部饱满,腹部白结。 而垂死的蟹外壳呈黄色,蟹脚较软,翻证困难。 3. 要现蒸现吃,不要存放。 4. 若吃不完,剩下的一定要保存在浅静,阴凉通风的地方,吃时必须回国再煮熟蒸透。 4. 蟹不要乱嚼仪器。 4. 吃蟹时,在开盖后要注意四个清除,清除蟹味,就是蟹带里三。 用三角形的骨质小包,先吃蟹盖部分,用小勺把中间的蟹味部分咬出,轻轻将外面包裹住的蟹黄瞬前径。 5. 注意! 5. 注意! 5. 注意! 6. 吃蟹破中间那个成三角锥状的蟹味,内有乌纱应将其丢弃。 5. 吃完蟹盖轮到蟹身,先用剪刀将多余的蟹角、蟹髓剪掉。 5. 吃完蟹盖轮到蟹身,先用剪刀将多余的蟹角、蟹髓剪掉。 5. 吃完蟹的片状物挑出来,那是蟹心部分应丢弃。 5. 蟹肠,即由蟹味通道蟹齐的一条黑线。 5. 蟹腮,即肠在蟹腹部如眉毛状的两排软绵绵的东西,都应该清除掉。 5. 吃,不宜吃太多。 5. 蟹肉性寒,脾胃虚寒者由蟹引起注意。 5. 以免引起腹痛腹泻。 5. 直播记者在医院里看到,朱先生的两只脚腹肿,像两个大馒头,一碰就疼痛难忍。据朱先生介绍,上周末他和朋友去梁子湖玩。 5. 恰逼吃螃蟹的黄金时期,味道鲜美价格还便宜。 5. 朱先生不顾自己有痛风的毛病,吃了个痛快。但回来第二天身体就出状况了。 5. 朱先生不顾自己有痛风的毛病,吃了个痛快。 5. 朱先生不仅痛风发作,而且已经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症状。 5. 专家介绍,不少痛风患者都知道,虾蟹、海鲜和动物内脏都富含飘链,吃了以后会导致痛风发作。 5. 其实,食用富含飘链的食物后,更严重的后果是引起人体内尿酸浓度长期超高,诱发肾功能衰竭。 5. 医生介绍,目前正好是螃蟹上市的季节,每个月,武汉市中心医院都会有十多位因为食用虾蟹导致肾功能衰竭的患者紧急入院。 5. 医生建设,有痛风病史的患者在体检时关注自己的尿酸外,也不要忽视检查自己的肾功能。 5. 吃螃蟹八个禁忌不得不知哀口。 5. 吃螃蟹八个禁忌不得不知哀口。 5. 生蟹不要吃。 5. 蟹以动物尸体或腐质为食,所以蟹的体表,塞及胃肠道中布满了各类细菌和污泥。 5. 有些人因为未将蟹洗刷前径,蒸煮不透,或因生吃醉蟹或咽蟹,把蟹体内的病菌或寄生虫吃到肚子里,怎么会不生病呢? 5. 蒸熟煮透了再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2. 蟹要吃鲜活的,死蟹不宜吃。 2. 蟹要吃鲜活的,死蟹不宜吃。 3. 蟹后的僵硬期和自容期大大缩短,蟹体内的细菌会迅速防止并扩散到蟹肉中,使食者呕吐、腹痛、腹泻。 3. 新鲜活的外壳成青黑色,具有光泽,其部饱满,腹部白结。 3. 耳垂死的蟹外壳呈黄色,蟹脚较软,反正困难。 3. 要现蒸现吃,不要存放。 4. 若吃不完,剩下的一定要保存在前径,阴阳通风的地方,吃时必须回国再煮熟蒸透。 4. 蟹不要乱嚼乙气。 4. 蟹不要乱嚼乙气。 4. 蟹不要乱嚼乙气。 清除蟹味,就是蟹带里三角形的骨质小包,先吃蟹盖部分,用小勺把中间的蟹味部分咬出,轻轻将外面包裹住的蟹黄瞬前径。 5. 注意! 5. 蟹不要蟹破中间那个成三角锥状的蟹味,内有乌纱应将其丢弃。 5. 吃完蟹盖轮到蟹身,先用剪刀将多余的蟹角、蟹髓剪掉。 5. 用勺柄将蟹身中间一个成六角形的片状物挑出来,那是蟹心部分应丢弃。 5. 蟹肠。 5. 蟹肠,即肠在蟹腹部如眉毛状的两排软绵绵的东西,都应该清楚掉。 5. 吃,不宜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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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